嗨 各位伊甸園的好朋友大家好 现在各位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一朵百香果的花非常的完整 这是一朵满天心的百香果的花 那这是我螺旋状整枝种在美子袋里面的百香果 开始第三批次的莱花 前面第一跟第二它的间隔很近 那这个第三批次的我看它挂的花包数量相当相当的多 好那今天最主要的拍摄的记录我要做说明 为什么单一颗的满天心的百香果那么容易可以授粉成功 然后挂果各位从画面当中应该就可以略知一二 各位看到了没 这一个满天心百香果的话 我从上面拍是三个赤蕊的柱头向下弯 然后周围分布了五个雄蕊的花药 那现在雄蕊的花药相当的成熟 花粉用手一摸都是了 然后它整个你看哦 它的花药跟它的柱头很自然的就这样子接在一起 旁边啊 从侧面看也是 很自然的就接触在一起 也造就了这一个满天心百香果的这个品种 它单一颗它的兽粉的成功率 挂果的成功率就相当相当的高 不像有的那一种百香果 它可能还要种植在其他的百香果的周围才有兽粉术 甚至还需要兽粉的昆虫啊 比如说蜜蜂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 这一个品种的满天心百香果 各位从它的花的样态 很清楚的看到 它的痴蕊跟它的熊蕊 几乎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而且呢 它很自然的在摇晃或是风到的时候 它就自己就能够接触到 那它这样的话 它的兽粉的成功率也会相当相当的高 那旁边这里有一朵 这里有一朵 昨天开的 那今天我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偷偷的给它打开看一下 好 这一朵 不管 就让它撑开给各位好朋友看一下 好 这一朵的满天心的百香果的花 各位看到了 里面 这是昨天开放 然后今天已经合起来了 那就我的观察 它的果实 有受粉成功 百香果受粉成功之后 它的果实的发育还蛮快的 而且蛮直接的 就会很快的膨胀 那唯一要担心的就是 这个时候的水分 还有其他的一些照顾 也是要跟上 如果你没有跟上太干的话 它的虽然受粉成功 它的果实也会掉落 所以这个地方有成功了 因为里面的那一个 果实 就是整个有开始在膨大 在膨大 所以那个应该叫做 没有记错是脂肪 就是这一朵花的脂肪开始膨大 然后里面受粉的那一个 黑珠就形成种子 那因为我们百香果吃的是种子外围的那一层 我没有记错 好像叫做甲种皮 就是甜甜的那一层甲种皮 所以各位再看一次 这样子的花朵 花朵就是可以自花受粉成功率很高 那这也是这个满天心百香果的品种 超强烈的 就是建议喜欢百香果这个水果的好朋友 你可以亲自栽种个几颗来试试来玩玩 OK 那今天的记录就到这边 那这一两朵花后续的发展 我们再追踪的报道 那在镜头再稍微拉远一点 你看挂了好多好多的花苞 这里也有一颗 已经开了 已经壁起来了 壁起来就是再过明天就可以大概确定 那上面也都是 都是哦 那再强调一次 这一颗只是我螺旋状整支的 美质带子只有用到了一尺的美质带子的百香果 好 严格说来第三批次的莱花 相当值得期待 OK 记录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